传说中的北美洲大脚野人真的有存在吗 最近在美国就有一位登山客发现 他是在登山的时候无意间所拍下的影片 结果他事后一看 怎么有出现了大脚野人的身影 而他把影片泼上网之后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了 一身轻便 登山客趁着好天气到郊外走走 顺便用手机随手乱拍 谁知道回家后反复观看 才发现影片上方出现可疑的黑影子 用慢动作来看一遍 在长满树木的森林里 竟然出现疑似传说中半人半人的大脚野人 就从画面上方由左到右快速移动 看起来身材高大 而且就像猩猩一样长满了毛发 却又有像人类一般矫健的身手 身体微微向前快速穿越丛林 其实大脚野人的传说已久 据说他身高三公尺 脚长半公尺 而且全身长毛 是种介于人类和猩猩的生物 甚至还拍成电影大脚哈利 虽然没有人敢证实 这位美国登山客拍到的黑影 就是传说中的大脚野人 不过已经让很多相信他存在的人兴奋不已